我們看看這題喔 他說下圖為某班之身高累積次數分貝曲線圖 第一小題 老師先請問一下根據這個以下累積好不好 抱歉 他叫以善累積 麻煩你全班人數第一個全班人數有多少人 你看就知道對不對 所以說從這150以善 全班有幾個人 50個人對吧 OK行不行所以說全部嘛 全班人數嘛 從150到185所以累積起來有50個人 第二小題 如果說人數最多在哪一組 你觀察一下 哪一組落差最大 哪一組落差最大你看一下 這一組 38到25差幾人 13個人 這一組現在是幾人 12個人對吧 這組現在幾個8個人 所以說在這組的時候 整個下還是最快 所以說這組差幾個人 13個人 所以說這組 最多幾人 13個人對吧 所以說這組有最多人 對吧 因為從這邊下降降過幾人 7個人 數差7個而已 對吧 OK 那這邊下有13個 這下有12個 這邊下有5個 這邊下有幾個有8個 這邊下有幾個 5個 所以說最多是在這邊幾人 13人 那第3小題他說多少 165公分以下 165公分以下 也就是150到165對不對 所以說165 165以下 也就是這一段 對吧 所以這段落差有幾個 怎麼算 把這50 去扣掉幾 38 50扣掉38 所以說這段有幾人 12人 OK